孟磊结婚典礼讲述爱情故事 九尾九折跟着上热搜 AG九折提上日程 就在今天随着财神节的鞭炮声 老孟磊终于明媒正娶了格子熙 两人长跑了八年左右 用最体面的婚礼画上了句号 大半的电竞圈都来到现场祝贺 就算没来份子也不会缺席 毕竟孟磊不仅挂着选手和主播的身份 而且是AG的大股东之一 排面必须到位 而在婚礼开始的第一个发言者 老孟磊再次讲述了 她是如何追到的格子熙 和两人第一次住宾馆的过程 仅此而已 孟磊表示当年是因为住宾馆 偶遇前台格子熙 打完王者不是很开心 随即又开了直播 起名苦恋露娜 吸引到孟磊 孟磊为了让其开心 好跑五十块离开 次日孟磊再次去直播间安慰 并带格子熙打游戏 算两人认识并且一路连胜 两个月后格子熙出手 先送孟磊 标有孟磊大神666的巧克力 结果直男孟磊被室友典型 女孩喜欢她 之后孟磊便开始跟格子熙 聊美丽的大海引起兴趣 格子熙上套 要来跟孟磊一起看海 相见那一刻 格子熙美到了孟磊 晚些时候 两人打车去宾馆 孟磊只顾打游戏 带齐游戏打完 格子熙搂着孟磊已经睡去 我也打完了 然后我也变难中 我一波不动 我一波不动 然后他就睡好了 我也太睡了 然后我说他睡好了 我说要不然他就睡 刚刚睡有两个 然后我就睡着 然后我就把被子戴在他身上 然后我就睡了另一半 我就把他关了 但是他醒了 然后后面 这故事还有多久 这故事还有多久 虽然后段省略 但也没事发生 因为紧接着老孟磊开始讲两人牵手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就到自己牵手的环境 如果我们就牵手 然后我们就牵手 好 好 好 近了多久忘了 忘了近了多久 总结就是50块钱引发的真爱 老孟磊青涩又害羞直男一个 故事奇葩又别具一格 其实每一段长久的爱情都有美好的故事 只不过老孟磊遇到格子熙后 她的人生更加辉煌 与此同时来参加婚礼的TTG酒尾居然冲上热搜 竟是因为她错过了高铁的时间 并且改飞机还跑错了航站楼 最后40分钟才到耳机也丢了 而今与其一起上热搜的还有久折 因故知为何她被hero官博取关 当久折发文过和拆桥后 大家才明白怎么回事 随即月光和陈霞丽婷也被取关 尤其是月光用功勋教练开头 直演连续剧第三集紧急制作中 三人直接将节奏带到起飞 拿下当日双热搜后进口足 此事一出似乎久折转会的几率更大了 而就在梦内婚礼的一个角落 拍到了AG老板菲菲和久折妾妾思语 难不成AG久折正在策划中吗 虽然只是猜测 但可以期待一手 不过该说不说 hero俱乐部管理层真的没格局 装都不会装一下 最后取关几人后又关注了迷风花 因为什么大家都懂 让我们继续期待 hero之管理层针对久折第三部吧 谢谢大家